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帕森斯 T. Parsons 认为组织中的每一次集系统对社会皆有独特功能因此形成下列哪些类型的组织 V.经济性组织 政治性组织 整合性组织 模式维持性组织 当一个组织的价值大都来自于组织的传统经验并且由少数精英所操控时 它最符合雷曼 V. Raymond 及维纳 Wiener 对组织文化形态分类中的哪一种 D.排他型文化 在明资伯格 H. Mintzberg 的组织分类中 下列何种组织类型最能够在不稳定的环境状况下 行诉网络或专案团队已有效运行 D.临时性任务编组 Adhocracy 根据埃桑尼 以机关人员权利运用关系为标准 对组织所做的类型区分 正党属于哪一类型的组织 D.规范型组织 依据比特 V. J. Bitter 等人的分类 慈善事业 教育文化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等 应属于以下何种类型之非盈利组织 C.公益类 Public Benefit 组织 认为组织的主要价值观念来自最高领导者 决策判断的焦点 应放在部门功能的发挥与适应环境上 此类组织的组织文化类型为何 A.企业家型的组织文化 依据比特 V. J. Bitter 等人的分类 慈善事业 教育文化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等 应属于以下何类型之非盈利组织 C.公益类 Public Benefit 组织 有关组织结构类型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V. 成员工作地点分散 适合运用虚拟组织 组织的价值观念已经透过制度化的过程加以确立 所以文化形态较为稳定 决策主要依循经验利规 对环境的变动状态比较敏锐 这是下列哪一种类型的组织文化 V. 策略型组织文化 在雷曼 V. Rehman 与维纳 Wiener 的组织文化分类中 认为组织价值来源来自个人领导魅力 且将组织价值判断的焦点置于功能价值 属于下列何种类型组织文化 A. 企业加行 下列有关变形重组织的叙述 何者正确 C. 是依照全变观点设计的组织形态 机关进行组织设计时 如果采取比较宽广的控制幅度 则容易形成何种类型的组织结构 V. 扁平式的组织结构 下列何种组织分化的类型 造成机关组织金字塔形Pyramid的外貌 V. 组织的垂直分化 在奎恩2 Quinn与麦克格雷斯M McGrath的组织文化分类中 组织对环境的确认程度较高 且行动的迫切程度也较高 是属于下列何种类型 V. 理性的组织文化 对于非盈利组织的分类方式 下列何者为正确叙述 V. 医院属于企业型非盈利组织 整合时期的组织理论 将组织视为下列何种类型的系统来研究 C. 开放型的系统 以组织的主要受惠人为标准 可将组织分为四种类型 不包括下列何者 V. 整合组织 下列哪一类型的组织系 透过经验的检视来达成组织的目的 并持续地进行开放性的对话 及反思过程做自我修正 以回应外在的变迁 C. 学习式组织 组织知识的制度化程度较高 且知识更新的发动方向由上而下 是下列哪一种类型的组织结构 A. 传统的官僚组织 下列哪一种组织类型 其特性是组织成员重视权力与义务的均衡 V. 功力性的组织 P. 帕深思 T. Parsons 以组织的社会功能作为组织分类标准 下列哪类组织强调达成社会价值目标 并以权力产生与分配为运行重点 V. 以政治目标为取向的组织 以组织的社会功能为分类的标准 像法院、律师公会、政党及利益团体等是属于 C. 整合性的组织 依据帕深思 T. Parsons的观点 如以组织的社会功能来分类 像学校、教会系属于 C. 模式维持的组织 依据T. Parsons的观点 以组织的社会功能来分类 下列何种组织是属于整合性的组织 D. 政党、利益团体 现代非盈利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产生背景 与过去不同 学者运用多种理论来加以解释 为下列何理论不包括在内 D. 矩阵理论 根据学者克瑞莫 R. Kramer的见解 现代非盈利组织的社会功能有四 下列所述何者错误 D. 利益计较 下列有关非盈利组织存在功能的叙述何者错误 D. 分配盈余的功能 非正式组织的正面功能在于 A. 促进组织有效沟通 非正式组织的正面功能除了维护文化价值 提供社会满足感 有效沟通 上包括 A. 弹性 非正式组织是正式组织运作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功能 下列何者并非其正面功能 B. 可能成为正式组织的分工合作单元 现代的非盈利组织在公共服务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下列相关叙述何者错误 A. 非盈利组织分担政府强制性的行政管制功能 将组织视为一种心理及社会的系统 肯定组织具有满足人员社会需求的功能 此一观点系属于下列何种时期的组织理论 B. 行为科学时期 下列何者系以达成政治目标为取向的组织主要特性 C. 在于达成社会的价值并以权力的产生与分配为运作重点 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点 任何社会系统必须履行基本的功能 就组织而言 是由下列哪一个阶层负责模式维护与适应的功能 D. 策略阶层 以机关人员下级对上级服顺程度为标准 认为机关组织之首长 皆掌握了三种权力强制 公立及规范权力 提出上述看法之组织学者为 D. 艾桑尼 根据艾桑尼的观点 下列哪一种组织的成员容易抱持计较心态 C. 功力性的组织 根据艾桑尼 A. 以机关人员权力运用关系为标准 对组织所做的类型区分 下列何者不是规范型组织 A. 监狱 布朗 P. 佛奥 与史考特 W. Scott 以组织的主要受贿者为组织分类标准 下列何种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在谋求某部分特定社会大众的利益 B. 服务组织 Peter M. Blal和W Richard Scott 以组织的主要受贿人为标准 将组织分为四类 不包括下列何者 C. 经济组织 B. 布朗 P. 佛奥 及史考特 2. Scott 对组织以主要受贿者为分类标准 社会福利基金会是属于 B. 服务组织 布朗 P. 佛奥 和史考特 W. Scott 曾以组织的主要受贿对象为标准 将组织分为四种类型 其中公益型组织最重要的课题为 A. 如何加强外在的民主控制 根据布朗 P. 佛奥 和史考特 W. Scott 以组织主要受贿对象为标准 下列何者不属于服务型组织 B. 银行 依据布朗 P. 佛奥 及史考特 W. Scott 的分类企业组织的中心课题为 A. 效率 布朗 P. 佛奥 及史考特 W. Scott 认为公益组织的主要受贿者为社会全体 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为 A. 如何加强外在民主的控制 下列何者 西伯恩斯 T. Burns 和史塔克 G. H. Stalker 为组织管理所建构之类型 A. 有机式组织结构 V. S. 机械式组织结构 机械式的和有机的组织是由何人所提出 C. 伯恩斯 T. Burns 史塔克 G. H. Stalker 张居正曾说 天下之势 律之贵祥 行之贵利 谋在于众 断在于独 这句话说明了 C. 首长制与委员制组织优劣互建 应是情况而定 瑞士联邦政府组织权力在联邦行政委员会 总统无权决定大政方针 在组织体制上是称之为 C. 委员制 我国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 系数以下何种组织类型 D. 委员制 行政组织有采首长制或委员制的设计 下列何者并非委员制的优点 A. 易于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 E. 考试院组织法相关规定 考试院的组织运作系数下列何种制度设计 A. 委员何一制 国军退出义官兵辅导委员会 依其组织运作的实际而言 系数下列何种制度设计 B. 首长独任制 行政组织有采取首长制或委员制的设计 下列何者是采取委员制的缺点 A. 行动迟缓 意志效率低落 就机关最高负责者的人数为标准 行政组织可分为首长制和委员制 其中前者又称为 B. 独任制 当行政机关履行准司法的功能时 其大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 C. 委员会 行政机关中的业务部门 如预期有效运作 应采行下列何种组织制度较为恰当 B. 首长制 俗燕有云 三位臭皮匠 胜过一位诸葛亮 这句话可以一直下列哪一种组织结构的优点 D. 委员制 根据白金申定律 Parkinson S. Law 行政机关采用何种形态的组织会越来越多 C. 委员会 制 预调和组织中业务部门与幕僚部门的冲突 下列何种方法最不可行 D. 增强业务人员的配合能力 有关业务部门与幕僚部门的原始关系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B. 幕僚部门功能包括指挥命令 若以行政组织之职能区分 则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应属于以下何种组织类型 D. 业务部门 以组织性职而言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应属于以下何种组织类型 A. 幕僚部门 机关组织为求达成既定目标 长江内部活动加以划分 以求能分工专业而共复事工 其中有些部门专责直接的执行职能 称为什么部门 D. 业务部门 机关组织中担负协助工作推行的间接职能 称为什么部门 A. 幕僚部门 为了兼取集权制与分权制二者之长 而必其短 管理学者设计一种突破性的组织形态 称之为事业部门制 Divisionalization 关于其特征下列何者是错误的 A. 分权式的政策 集权式的管理 依据我国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机关一组织法规将其部分权限及指掌划出 以达成其设立目的之组织称为 C. 机构 派出机关很容易与地方政府产生混淆 下列关于派出机关性质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D. 派出机关仅是上级的委托机关或代理机关 无本身权利 需以上级之意志为意志 派出机关是中枢机关 在各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 性质上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 两者比较而言派出机关是 V. 功能性 单纯性 代理性的组织 能够兼采集权与分权之长处 而能避免其短处的组织形态是 V. 事业部门制的组织 就行政事权的横向分配之不同而言 行政组织可分为何种形式 C. 业务单位与幕僚单位 当面对环境变动大而不确定的情况 以采取何种行政组织形态 A. 分权制 下列何者并不是造成行政机关集权的主要原因 A. 机关由合并数机关而扩大 关于集权制与分权制的运用限制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行政权的行使 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 关于机械式与有机式管理之比较 下列叙述何者为非 V. 有机式主张结构学派 组织类型重点 帕森斯将组织一社会功能分为四类 一以达成经济生产为目标 企业 二以达成政治目标为目的 政府 三整合性 可以代表融合社会多元团体阶层 例如律师工会 四模式维持 提供社会化功能 例如学校教会一文团体 举证组织 为一种专案管理 Program Management or Project Management 式的组织 组织是11期目标及任务定定若干计划 每一计划由一临时成立的专案小组负责执行 专案小组是由各单位界调而来的专业人员组成 其中一人担任小组主管 领导者 主持专案的活动 当专案小组完成任务后 个人员及归环建制 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 或参加另一计划活动 这种弹性运用人力的方式 因所绘制出来的组织图有如数学上的矩阵 Matrix 故称为矩阵组织 根据克瑞莫·Kramer 1987 的分析 归纳非盈利组织有四种角色功能 一 开拓与创新的角色功能 弹性 自发 民主 非盈利组织 对于人民需求更为敏锐 利用多样性人才 实际行动 尝试找出合宜的工作方法 引领社会改革 二 改革与倡导的社会功能 从社会各层面 参与中 洞察社会脉动之核心 运用服务累积的经验 进行游说 促成社会态度改变 甚至影响政策 监督政府 三 价值维护的角色功能 透过行动激励民众对于社会关怀和参与 有助民主社会理念与各种正面价值观的维护 四 服务提供的角色 非盈利组织的多样性服务 弥补政府与企业不足 近年来 非盈利组织 NPO 成为推动公共事务的重要伙伴 有关非盈利组织在社会中所拒角色与功能的项目 为口诀 开架改服 A 开拓与创新 先驱者 B 价值维护 价值守护 C 改革与倡导 D 服务提供 非正式组织的正功能 一 维护团体的观念 二 提供人员社会满足感 三 安定正式组织 四 解决正式组织中不变或无法解决的问题 五 社会控制 六 迅速建立沟通网 七 分单正式组织主管人员的责任 减轻其责任 八 弥补正式命令之不足 九 使员工的挫折得到发泄 十 制衡正式组织的管理者之滥权 非正式组织的反功能 一 抗拒变迁 非正式组织受到组织内传统文化或习惯的影响 形成坚强团体 故不易变迁 一般而言抗拒改变的原因有三 1.1 不方便因素 1.2 经济因素 1.3 恐惧控制的加强 2.角色冲突 人员在正式组织中扮演达成目标的角色 而在非正式组织中又扮演另一角色 形成角色冲突 3.传播谣言 因为非正式组织沟通频繁且无限制 成员无所不谈 谣言很容易形成 4.抢求一致 非正式组织成员有高超个性者 不允许被表现出来 必须和他人一样 5.寻思不公 由于非正式组织成员凝聚力强 上级往往袒护 予以特别照顾 甚至训私违法 组织分类 1.怕深思 社会系统论 比外社会功能区分 适应环境 A.以经济生产为目标的组织 动员资源 解决问题企业 娱乐性组织资源效用的发挥 目标达成 G.达成政治目标 斜线社会价值的组织 政府部门资源权威的分配 整合 I.整合性组织 协调各方称冲突 使其行动一致法院 政党 力团资源的调整 模式维持 L.教育 文化面向 以补充新人员维持规模 以社会化方式 使成员接受系统 特有模式维持组织信念 价值学校 I.桑尼比娃人员顺服度 主管使用的权力基础 区分 运用强制权 威胁强迫 惩罚 纪律强制性组织部署 疏离性参与监狱 军队 运用奖励权 又知以利携现金钱 物质公立性组织部署 计较性参与 权利义务均衡 银行 工厂 运用规范权 荣誉感规范性组织部署 道德性参与 有共识 追求文化目标 政党 教会 学校 三 布朗 匹 佛奥 与史考特 W Scott 组织的主要受贿者区分 一 互利组织 该组织主要受贿者 为组织的一般参与者或全体成员 故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位 维护与促进机关全体成果 所追求的利益 例如 政党 工会 商会等 二 服务组织 该组织主要受贿者 为组织所服务的特定社会 大众 例如大学 医院 消机会 慈济公德会等 三 企业组织 该组织主要受贿者 为组织的所有者或股东 以及经理人员 故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位 如何以最小的成本 谋求股东的最大利润 例如 企业公司 银行等 四 公益组织 该组织主要受贿者 为整个社会民众 故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位 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 与如何加强外在的民主控制 例如 警察机关 行政机关等 四伯恩斯 T Perns 与史塔克 G.H. Stalker 为全变理论的奠基者 将组织区分为机械式 Mechanistic 与有机式 Organic 机械式组织 适合面对较为稳定 不复杂的环境 所以仅适合生产导向 或效率导向的组织 如理性官僚制 有机式组织 则较能适应动荡的环境 不断采取革新策略 鼓励组织人员自我发展 有助于产品研发 市场开发及技术革新 此种组织曾极倾向扁平化 透过相互合作与替代方式 如阿米巴士组织 Ameba 具有创造力 强调团队合作 不断重新界定组织使命 及新策略 集权化程度较低 五首长制与委员制 首长制是指组织中设首长一人 组织中的决策权及管理权 由单一的首长所拥有 并单独处理机关事务 委员制也称为委员会制 和议制是共和制的一种 在委员会制的运作下 行政组织的决策权及管理权 并不是由单一的领袖所拥有 而是平均由一定数目委员 所组成的委员会 共同行使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首长的职务与政治权利 委员会的决策 通常会按协商达至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一首长制的优点 一是权劲中责任明确 二指挥灵敏 行动迅速 易于争取失效 三易于保守秘密 四易于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与摩擦 二手长制的缺点 一手长个人易于操纵把持 独断独行 不符合民主原则 二易人之律有限 对问题的考虑欠广播周详 三易人经历有限 日理万机 有不胜繁杂之苦 四无人牵制监督 易于营私舞弊 造成个人势力 三委员制之优点 一能集思广益 易反映社会意见 或社会有力支持 二彼此牵制监督 不亦营私舞弊 三多人分工合作 可减轻负担 四有较多的自主与自由 合乎民主精神 四委员制之缺点 一责任不明确 事权不专 功则相争 过则相伪 二委员兼地位相同 权则相弱 易形成彼此的倾压与排挤 三力量不集中 行动持缓制效率减低 一物是机 四讨论研究 多人参加难以保守机密 六业务部门和幕僚部门 Line and Staff 之性质 一业务部门等于业务单位 等于实作部门 一对外的对社会 及对人民发生 直接的关系而往来 二权力的可直接运用组织权力 三实作的负责实际业务之推动 四管辖的具有管辖 该工作单位的性质 五决定的可做有关之决策 二幕僚部门等于幕僚单位 一对内的对人民无直接往来 且与机关目标不发生直接执行关系 二辅助的幕僚部门主要工作是在辅助业务部门 推动工作而非实际执行 三事务的指处理机关内部的有关事务 而非实作单位 四调剂的促进业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 五参赞的搜集事实与资料 建议首长作为决策参考与依据 七派出机关与中枢机关 派出机关 一功能性业务组织 二单纯管理组织 三上级机关之代理人物本身权利 中枢机关 一地域性行政组织 二综合性统治组织 三具有法律规定之权利 二维合性统治织